哦 这个是姜面糖 对 这是姜面糖 对 看这个后面的焦结果是很大 当然 味道肯定不一样 哦 味道不一样 这是酸香 香酸 这个是香 哈过来给你 你请车 来来来 拌小骨 拌面 来 吃饭 馅饰 来 馅饰 大小老娘盆 馅饰 吃吧 好 这儿是 hot 这儿是假的 在了洋地吃 到别人根本里都吃不到 然后先吃 吃什么 以后有 咱们吃了 一咱们吃了 一咱们吃了 咱们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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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吃了 泡椒是粉 咱们吃了 这是鱼狗 里头煎成那个姜 姜面 然后就是发酵 这个吃了是不是要养胃吗 肯定了 开胃吧 对 做成的姜面条就是咱自己干凌面 必须得手干面好吃 你要是下馆面或者机器面 出来的味道不用 都是手干面 好 姜面条 姜面条在碗里面撒着面 出来的姜脸 它是粗饼 知道吧 对 对 太年了 表白 拿着水 这个酸椒面是吧 这是蒜椒面 对 这是蒜椒 蒜椒面 蒜椒面 猪大盐是吧 对对 做了好多面吃点 马骨鸡蛋 好快 他们这儿是只卖两种面 一种就是姜面条 一种就是胡椒面 胡椒面条和姜面条都是洛阳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种 就是面食 我要的是一碗姜面条 因为刚才那个叔叔跟我说 他们这边的姜面条 比我在开封吃的姜面条好吃得多 我所以就让尝一下到底好吃在哪里 上面就是一层这样的芝麻盐 看着这个卖相还是不错的 青菜 胡萝卜 韭菜 还有肉丝 闻起来就是一股 闻起来就有一股非常重的酸的味道 其实我看着那个姜面条和胡椒面条 其实都差不多 样子都差不多 因为这个是那个酸姜发酵出来的 我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老鹏 还有特别多那种酸姜坊 然后本地人就可以拿着自己家的锅 或者是瓶子直接去打那个酸姜 回家下面那边也可以 酸的吃起来到这里面就是很开胃的感觉 其实我感觉酸味不是那么重 因为其实在我喝之前的话有人跟我说有可能我会接受不了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味道还可以 在我们那边我那次去吃姜面条还有胡椒面条都是非常多的老年人去吃的 但是这边我看初五来吃的嘛 就是喝酒的男士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他这儿的这个凉菜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个是叫做咸食 我不知道是哪个咸子 但是这个是那种萝卜擦成丝炸的 有一点点吃那个萝卜碗色的感觉 但是比那个好吃的感觉 比那个炸的更加酥 好吃 麻辣肉肉 老板说这个是只有他们家才能做不到这个味道 没有地方你吃不到 确实麻辣肉贵而且炖的肉这个肉很大了 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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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留边洗漬的喝 酸酸的 牛奶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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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炸